就是不买账 原来老大爷做了一辈子好事 看到路上的垃圾要捡 看到丢的东西还要还给丢失的人 就这样靠着自己的善良 和没心没肺的生活态度 躲过一个一个的危险 但死神可是真的怒了 他决定再转角制造意外 眼看就成功了 一只树上掉下的小鸟 又一次救了老头 死神打算再来一次 结果老头跑去捡小鸟 又意外躲过了危险 气急败坏的死神疯了 于是 结果却被老头当成了梯子 善良的老头要把小鸟送上大树找妈妈 刚准备下来 死神看准时机 一个死亡布就丢了过去 老头一下就踩了上去 滑到了大街上 完了 这不完蛋了吗 结果老头又一次躲过一劫 被弹到了垃圾桶里 可老头就是不生气 还顺便把垃圾又扔回了垃圾桶里 一旁的人都以为这是个傻子 结果咔巴 就被死神